同学们好,欢迎回到尔牙语文课堂,我是小鱼老师李颖瑜 小鱼老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么在你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你有没有被家长啊朋友啊或者是亲戚朋友之类的夸做小神童呢? 我猜有的小朋友是享受过这样的赞美的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赞美做小神童呢? 我猜有的同学啊,比如说小小年纪就考到了钢琴十级 有的同学啊,小小年纪那心算素算都特别厉害 唰唰唰唰的数字就都出来了,比小鱼老师还厉害 那还有的小朋友呢,可能小小年纪啊就已经取得了很多比赛的全国一等奖 那当我们身边出现这样的小朋友,或者你本身就是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就会夸奖他为小神童,对不对? 哎,那这是我们眼中的小神童 那大家有想过古代人眼中的小神童是什么样的吗? 古代啊,没有这样各那样的比赛 也没有钢琴啊,数学啊,什么什么的 那他们眼中的小神童是什么样子的呢? 今天啊,咱们呢就会讲到一个古代的小神童的故事 但是啊,在讲新的小神童之前,咱们先来回顾回顾 你的记忆里面有没有已经存在的小神童 赶快想一想,你听过跟古代的小神童有关的故事吗? 哎,如果呀,有印象的同学可能记得咱们二年级啊,可能有一篇这样的课文 名字叫做啊,曹冲称相 曹冲称相讲的什么故事呀? 哎,没有听过的同学,不要紧 咱们啊,自己,哎,咱们重新来听一遍 讲的是主人公曹冲的故事,对不对? 曹冲啊,是我们知道的曹操这个大英雄的儿子 那当曹冲还只有八岁的时候 也就是跟咱们小朋友年纪差不多的时候 他有一天呢,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做到了,哎,什么哪件事啊? 称相,他称出了一头大象的重量 哇,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对不对? 现在假如给你一头大象 让你啊,来称一称这头大象有多重 你该怎么做呢? 哎,还真是个大问题,对不对? 因为啊,大象那么重 根本找不着那么大的称 而且啊,大象是个动物 他说不定不听话,把他赶到称上 他说不定,哎,刚赶上去,他就下来了 所以啊,哎,称他实在是个大问题 那曹初当时想到什么办法了呢? 哎,他首先要想到 找一个能成得了大象的大的容器 哎,什么东西大象能走到上面去 并且不会乱动呢? 他想到了一个东西,是啊 船,对不对? 哎,开在河里的船 找了一条很大的船 让啊,这个大象,哎,走到船上去 把船呢,放到了水里 哎,我们知道船即使是成了很重很重的东西 他也不会掉下去,对不对? 因为啊,船本身这样有浮力 哎,能够浮在水面上 那,他于是就利用这样的办法 哎,让大象进到船里面 看一看,哎,本来空的船 离水面是多远 哎,然后呢,看一看大象进去之后 哎,我们知道船肯定会下沉一点,对不对? 看一看,这中间又下沉了多少 那我们就知道,哎,这头大象走进去 需要耗费多深的这样的水,对不对? 那,然后同样的办法 他呀,哎,有空船 把空船里面放石头 看看放多少石头 水没下去的深度 和大象走上去之后 没下去的深度一样 我们就知道一头大象 相当于多少个石头了,对不对? 然后撑石头就好办了 不管有多少个石头 我们一块一块撑啊 最后撑完之后 加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 所以啊,曹冲想到了这样一个 非常神奇的办法 最终撑到了大象的体重 并且啊,获得了所有人的赞赏 认为啊,他非常聪明 是一个小小神童,对不对? 那这是同学们可能都知道的一个神童故事 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我相信呢,很多小朋友 小,哎,还在幼儿园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听过了 比如说这个故事 司马光砸钢,对不对? 每次呀,都读不清楚 什么司马刚砸光 司马刚砸钢 哎,哎,哎,千万不要读错了 哎,人物的名字是叫做司马光 他本身呢,是一个历史学家 等他长大之后呢,他是个历史学家 但是他小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小小神童 那他砸钢的故事 有同学知道吗? 我猜呀,屏幕前肯定大部分同学都说了 知道,对不对? 哎,如果有同学没有听过 咱们再来讲一遍 司马光砸钢讲的是啊 哎,司马光和他的小伙伴 一起出去玩 哎,然后在一个院子里玩 院子里有一头,有一口大缸 对不对? 这口大缸里面呢,盛满了水 那小朋友们呢,就在这玩啊 很调皮,对不对? 哎,然后呀,就扒着这个缸看 结果一不小心呢 有个小朋友就掉进缸里了 对不对? 可是呀,身边都是小朋友 哎,没有办法把这个小 掉进缸里的小朋友给救出来 那大家都在喊救命啊,救命啊 可是如果啊,等到大人来救小朋友的时候 可能啊,他已经被里面的水给淹死了 等等,对不对? 所以啊,司马光 情急之下呢,哎,拿石头砸破了钢 让小朋友从里面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啊,司马光也是在情急之下的机制的行为 被誉为小小神童 那这是我们广为熟知的两个小故事 那今天小余老师先来补充 再补充一个小小神童的故事 这个啊,是小余老师前两天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王荣,大家知道吗? 可能大家都不了解 其实啊,小余老师之前也不是很了解 他呢,是,嗯,我们说是 哎,恐龙,哎,恐龙让梨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对不对? 恐龙,哎,让给哥哥们大的梨 那,王荣呢,就是跟恐龙生活在差不多一个时期的一个历史人物 那他也是个神童 表现在哪儿了呢? 路边苦礼的故事 礼,我们知道是礼子,对不对? 哎,礼子呀,树上呢,本身呢,是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可是呀,为什么是苦礼呢? 讲的是呀,有一天,王荣和他的小伙伴们也是出去玩了 出去玩呢,路过了一个礼子树 哎,看到礼子树像 礼子树上有好多礼子 那周围的小伙伴们,哎,都急不可待的 赶紧去摘礼子吃呀 可是唯独王荣一个人站在那儿 哎,不声不响也没有去摘礼子 于是呀,旁边就有人疑惑了 问王荣,你为什么不去摘礼子吃呢? 王荣怎么说的呀? 哎,王荣说 我一想呢,我就知道 这是路边的一棵礼子树 路边呢,有很多人 结果这儿有一棵礼子树,上面还有那么多礼子 如果它真的很好吃,那不早就被人摘光了,对不对? 既然它现在在路边还有这么多 那说明了,这棵礼树上的礼子一定不好吃 肯定是苦的礼子 果然,那边的小朋友呢,摘过来了,礼子一尝,哇,真的是又酸又苦又色的,不好吃,那大家都不吃了,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一个小故事里,也看出了王荣的小小天才 那她的天才表现在哪儿啊? 我们说,如果说前两个故事都是在机智的情况下做出了机智的选择,或者是想出了机智的办法的话,那这两种是在处理一个问题,对不对? 是处理问题的能力,那王荣呢,更多的就是观察问题的能力 那所以我们说,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天才的人,他们天才啊,不仅表现在能够处理好很多事情,能够想出很好的办法来,还在于啊,善于观察事物 那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善于观察,善于积累的小朋友吗? 所以啊,如果你想做一个小天才,就要从生活的小点滴做起,观察生活的一点一滴 等你有了这样的生活经验,在下一种情况下,你就能自然的做出判断,这就是天才的表现 好,那话不多说,这是我们知道的小神童的故事 今天呢,咱们要讲的一个小神童,他的神奇啊,不仅表现在这些地方 不仅表现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呀,他擅长对对子 对对子,大家肯定不陌生,对不对? 我们尔雅课程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培养目标 就是培养小朋友们,做对联,欣赏对联的能力,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包括生力启蒙也好 还有三字经啊,等等很多运文书 都是带着大家去学习这种古代运文 去体会古代的这种韵律,对不对? 为大家呀,欣赏对联,做准备 那今天呢,是我们秋季课程的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总是要来点好玩的,来点福利,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课程内容啊,非常精彩,非常有趣 讲的呢,就是一个会对对子的小神童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神童对出了什么样的对联 也看看小朋友们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也好 经过更长时间的学习也好 你的做对联,欣赏对联的能力 有没有小神童那么厉害 好,那在欣赏小神童对联之前 我们要先考察考察大家 在之前的学习里面 对联的能力怎么样了 那就离不开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三个概念 对不对? 这三个词呀,一定要知道什么意思 你才会知道很多运文也好 对联也好,对不对? 那我们一次来看一看 对正什么意思呀? 对正是两个事物相对 一个词语和另外一个词语 一个句子和另外一个句子相对应 这叫做对账 这是对联最基础的东西 最基础的部分,对不对? 两句话呀,要字数相等 并且呀,每一个结构 每一个词语都这样相对应 这叫做对账,对不对? 天对地,黑对白 这样一个一个的对应,对不对? 那我们说不一定是反义词 但是要是相同性质的词相对应 好,那压韵呢? 压韵我们说压韵太简单了 看到压的是韵我们就知道了 韵可以组词叫韵母,对不对? 所以两个词呀,或者是两句话的最后一个字 它们的韵母相同或者相近 我们就说叫压韵 这样的两句话读起来呢,就朗朗上口,对不对? 好,然后还有评字 大家就更清楚了 评字是一个很高大上的概念 但是咱们呢,通过之前的学习也知道了 评字的意思呢,是说音调的 因为呀,如果一句话 它一直是一个音调 这样一直说下来呢,就太无聊了 那我们呢,要有波澜起伏 对不对? 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怎样 这样,波澜起伏的 怎样判断评字呢?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 小余老师说 把这个句话的每个音调给标出来 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这样画起来就像波澜一样 我们就知道它是波澜起伏的 对不对? 那在评字呢,是古代的读音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大致对应起来 评声是现在的 一声和二声 而左声是现在的 三声和四声 那在对对联的时候呢 要评和左相对 评声音一二声和三四声对 这样听起来呀 才比较好听 对不对?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大致的三个词语 跟对联有关的 那接下来再想一想 对联是什么样子的呀? 来,我们记得这三个图吗? 如果呀,选修了我们之前的 韩家班同学 可能记得这三个图 不过没看过也没关系 我们再仔细来看一遍 这四个图 四个图这是什么呀? 我们说这是书 那这是笔 这个颜色呀 小小小小选的是橙色 那这个呢 我表示的是呀 读 也就是说小小小 现在给大家一个问题 你来找一找书 可以和这三个 哪个相对应 我们就明白了 什么叫对账和对联 对不对? 我们说首先要性质一样 那书是一个 是一个名词 是一本书 是一个东西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 一个东西的名字 而且跟书有关的 我们不能找一个 小鸡小狗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想一想 诶 笔可以和他对吗? 可以 对不对? 一个是书 一个是笔 刚刚好嘛 那一个是书 一个是乘 乘是什么呀? 颜色 对不对? 颜色和一本书 怎么能对呢? 诶 这个不好说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他们俩性质不一样 那书是一个东西的名字 对不对? 最后一个呢 是读 诶 这是一个动作 读书的读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不能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对账到底什么意思 很简单 对不对? 好 那还记得我们说过 在之前的运文里面 有过类似这样的对 比如说天对地啊 雨对风啊 大陆对长空啊 都是这样的 诶 既押韵 并且呢 是性质相同的相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欣赏几个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 气味对联 孙行者和祖冲之 诶 可能新选的同学 没有看过这两个对联 那我们说孙行者和祖冲之 诶 孙行者 刚好孙和祖都是姓名 是一个人的姓 而且孙和祖呢 一个是孙子 一个是 诶 祖是辈分的关系 对不对? 然后行者和冲之 诶 这两个相对应 这两个相对应 对不对? 一个一个的对应 这叫对账 那么比如说 笔落经风雨 诗成气鬼神 这也是一句诗 对不对? 诶 我们说笔和诗 诗可以对 那落下和诚对 诶 诶 经了风雨 气了鬼神 让鬼神都哭了 让风雨都经了 风雨和鬼神 对不对? 好 那再比如说 一窗家井 王维化 四壁青山 杜甫 师 诶 我们明白这中间的对账了吗? 诶 我们来看 都有数字 一窗 四壁 家井 青山 王维化 杜甫 师 你看了这些对联之后 明白到底什么是对账了吗? 我猜啊 大部分小朋友肯定都已经掌握了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对联有什么要求 这样呢 好 让大家待会儿一起看小神童的对联的时候来检测检测 小神童的对联 对的怎么样 好 首先是字数相同 两个呀 一定要字数相同 不能三个字对五个字 对不对 然后呢 要一个一个的对应 叫做 要意思相关 这两个呢 一个是书啊 一个是笔啊 或者是 比如说诗啊 这些相关的才能对 对不对 不能啊 小鸡啊 对一本书啊 等等 对不对 好 再比如说结构相同 我们就说的一个一个的这样相对应 最后呀 还说的平字相对 这样读起来比较顺畅 一个是平声 一个是这声 一个是这声 一个是平声 好 总结了对联的要求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神童的对 小神童的对联做的怎么样